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次我是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样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可能你看到标题 为什么变成英国呢 话说这间的婴儿代购公司Choco Cloud Kiss 它突然间结业 马上很多的苦主立即成立一个苦主群 哇 也有很多人 我猜不到 我相信这间公司都经营了好一段日子 而且存下了一群熟客 竟然到了最后一刻 买了一群熟客的钱 这样也可以 其实他们在2013年时 已经是这样搞网上订购这些婴儿用品 食品也好 什么都有的 主要来说是针对婴儿的市场 还是怎样的 在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也由一个网站 这么说是有自己的汤 因此有一些熟客可能生完一个 又再生二个 然后你又介绍给我 我又介绍给你 还有一些 疫情叫做捱得过 现在到了今时今日 突然说自己没有钱 严重资不抵债 没有新资金注入下 公司没办法继续营运 又说已经遣散所有人 离奇之处是什么呢 大家又跟着社交媒体 像朋友一样 也很想知道这位夫妇搞这一档事的时候 其他的生活是怎样 因为被人见到你们之前 说自己在英国收楼 说那个屋还要是新屋 应该是一条村子 那时还说自己 虽然还有小问题未完成 但整体工程已经完成得七七八八 最惊喜是我们家居然安排了免费的太阳能板 在现在能愈越来越贵的日子 真是很有用 买的时候说明书都没有太阳能发电系统 居然收楼时有这些赠送 真是好幸运 看见他这么开心收楼时 当时在英国开心就收楼了 大家马上猜猜 为什么你们现在突然间结业不见了人 是不是着草去了英国 看怕也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既然在英国买楼买得这么开心 当然是走人了 但是你这样走法 真是好人家所为 直接离谱了 很明显你已经是一早部署了 在英国就有这个物业了 如果现在的 咦 不走 等拘捕吗 是不是 那倒是呀 立即走啦 现在变成了英国是一个逃犯的天堂 就算你不是逃犯 竟然临走前就在香港先拉一筆 然后就走归了去 卷款潜逃 你说多好 你都瘋了 这一档事 离谱到怎么样 他在安排什么清盘程序 这一档事 其实实际来说那个日子有出一个结业公告 亦都说自己在4月4日已经按劳工法例遣散所有员工和倒闭 有什么呢 就可以联络他 你可以联络他 你说我之前和你订的东西过新年 他们还要在最后再捂你一笔 就是说就弄出一个优惠码 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 等等 等你们就想过新年有优惠码 订回一些东西 现在看到他们的操作系统里面 全部都是写着备货中 有些人会发觉 我从2024年开始全部都是这样的 即使你们是否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 和你订货 也和你收了钱 但是他们就没有向一些供应商去取货 不断收了你的钱 对不对 现在是一种经营不善的理由去收拾了一家 所以说自己就赔不到钱 但是那些钱就一早就掉到英国买房 哇 真是处心积累 是摆得明就是想临走前捂回香港人一笔 他这种行为真是仁渣所为 所以看到很多人都蜂涌进去那些苦主群里留言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苦主还是怎样的 就说什么 临走捂一笔 捉你英国生儿子 没有枯枯 没有枯枯 什么枯呢 大家自己知道 这样啊 你被人诅咒也是正常的 很多人就捉他那个英国的家里生的虎杖 这种植物 生了一间屋就不用了 没难以 现在其实有些的宜英港人都有关注这件事 如果是你以前有买过这一间屋 现在就已经离开了香港 去了英国的话 如果要知道这一堂事的话 老实我觉得生于乱世有种责任 如果你们都说是齐上齐落 什么手足 发挥你们2019年很喜欢的什么起底 甚至乎走到别人家家里 就问一下你小孩在哪里居住 问候一下人 探访一下人 做一下这些事 你们这么聪明 现在他那间屋 当时收楼的照片 有放出来的 是不是 因为他要找回 不难找 要花心思 找回他 顺便问候一下他 带回一些小礼物 跟他交朋友 我不鼓励别人去做一些犯法的事 只不过是探讨他 对了 什么什么全家的人 会不会跑去还钱 还是怎样 他们也说 有些人也说 你在英国过得好吗 良心何在 真是认罪香港人 原来 良心 良心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以初心 变成有初心 跟你说自己是初心 但实际上没有良心 这些事也挺有趣的 还说有些英港人 已经将他们这对贼公贼婆的资料 似乎在传辟 不过我们就鼓励 也是那句 就算英国也好 我们都不建议的 起底 何解呢 现在就说 大家小心 他们两个来了英国 一家大小 怎样怎样 我不知道 其实他们会不会 放在英国收楼的物业 会不会是假的 他们不是住在这个区 这样啊 如果是这么厉害的话 他们也处心积累 安排得很周全 可能反方向 其实他不是收楼 不是收那里的 其实相片是第二个位置 可能是第二个位置 可能他真的有收楼 但他知道自己有机会 有一天会这样着草 就已经早就安排了 会不会这样 太可怕了 我们看Netflix 西班牙神剧 《紫房子》 《Money Haze》 他们那件事 那个抢劫银行的事 那个什么 王家铸币厂 花了二十年时间来筹备 这么出奇 是不是 花了几年来骗你们那群人 还是怎样的 可能你们觉得 你们在英国还是怎样的 不要紧了 香港人 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我们继续支持他 还是怎样的 现在他们就精彩了 究竟是否真的去了英国呢 我估计的机会率是极高的 为什么说他留在香港 难道是博拉吗 因为现在正在说 消委会收到的投诉 暂时就不是很多 不过我们也希望 苦主真的不要怕麻烦 那些民族可能会有几百多水 可能一百几十 到时会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为很惨的 你说多多一宗就得一宗 万一他们真的有机会 叫到回楼 或者在英国有什么问题 要回到香港 不过我们在英国买房子的话 起码有个斗口 我都觉得不是一时三刻 但是最重要是先捨定下去 不要纵容这些人 当然了 不能放过这些人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 不过这种人 他我想都是不怕事 根本没有想过会回来香港的 很多人以为真的移民成功 很有信心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人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 他们根本是做这些事情 是不顾后果的去做的 还有我看回 他熟客大约有千多个 我假设他骗了熟客 每人骗了2500左右 拿个平均数 有些苦主就说撑4000 有些苦主就撑1000 我估计最多最多 他骗了大约250万港元左右 最多 但250万港元是很少钱的 如果他在英国生活不来的 做仓做到死死死死的 又或者遇上什么大病的话 到时你又没有路走 钱可能洗光了 到时你回香港 可能又要面对这个刑责 他完全没有想过 将来会有什么后果 可以再和英国 看看是否申请政治庇护 又是国安法 又是什么 说回先说 海关也说收到相关的举报 要看看有没有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如果是的话 就会采取执法的行动 因为根据相关条例 如果商户接受付款的时候 意图不供应有关的产品 以及意图供应一些 与有关产品有很大分别的产品 也没有合理的理由 这样那样的话 就会是属于不当地接受付款 一经定罪的话 最高可以被罚款50万 以及监禁五年 哇 好了 我想他没有想着会坐的 否则也不会做出这么过分的行为 也很搞笑 有些人照片在网上呼唤 我想这些贼公贼婆 都会上网上看你们这些 你们就在罵 你们就在说 可能他们也会给自己一个藉口 其实我们也有努力过 试试新年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这笔钱赚到 或者让你们的资金来到 可不可以周转到这一关 那就是过不了这一关 香港现在变成这样的 我们两夫妻就唯有离开香港 又这样这样 又智及兴 这样的话 我们怎样生存 我们也不想的 特区政府逼我们 是不是啊 老婆 可能老婆 互相两个人在这儿 你一言我一语 这样给自己一个藉口 觉得我现在要离开香港 或者拿到你那笔钱 不关我们的事 我可能新年的时候 掘你一笔 我哪里有钱给遣散 如果遣散要這樣來掠 如果是這樣的話也挺瘋狂的 其實有時候到了某些情況下 可能有人說他們沒有良心 但其實他們會覺得自己不是沒有良心 就要找藉口回來 其實兩個可以這樣互相說 他們怪錯我們兩個還是怎樣 所以有些人說苦主谷有很多人在等你們 你們的門市每天都會有很多人來找你們 如果不做的話 就這樣接下去就算了 不是要這樣潛逃 一直支持你們這麼多年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們 你們在英國過得好嗎 我感覺挺好笑 挺開心 不過有時候你今世可能不還 下世才慢慢還 無論如何他有沒有良心 有沒有定什麼他自己才知道 算不算是割什麼割物那些 大家也不妨可以一起留言說一下 不過我覺得真的很過分 如果你有錢在英國賣樓 但是沒有錢就這樣給予這些傅主 甚至乎拿了他們的錢來 可能他可以說 這些錢我之前賺下的 我們最近那些才是卷款 那些都是卷款 什麼卷款 那些用來清盤時用 清盤時用 用完就沒有了 我想不給你嗎 第一時間清盤或是要結業 當然是先給了員工 現在沒有錢給你們 那便沒有了 對呀 跟足法例的 過來英國找我 過來英國找我 你想想好像又不是很值 一千幾百或幾千元 去英國一來回 又不知道能否找到你 叮噹叮噹不開門 待會放狗咬我便死了 所以真的不可憐 這些是屬於什麼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說吧 好的 謝謝大家 拜拜